现在来自北京时间2015年10月31号4点21分 这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也祝大家在这个11月份能够更加顺心 更加开心 更加快乐 这是一首作品叫做《走向末路的人》 原创作者来自于莫晨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喜欢的朋友 点赞 转发 留言 前面先给这书上谢谢了 然后走起 但是我做不到 我不想等到任老朱黄的时候才后悔 你可以一直画画 画到八十岁 但是我 不想一直到死 都住在那个只有一张床 和一堆卖不出去的画的房间里 你懂吗 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像孩子一样纯洁清澈 但是你的心 却难逃失所 那年 又相遇 感情能否再继续 也曾说过不离记 你却转身溜过去 也得过 曾被埋没 想想未来没有错 你却把我当个祸 变恶声 内心重复你的声 以前给你做风筝 分手之后把它扔 那一天 你走进了我心间 点燃手上的香烟 故事写进这一篇 男人瘦 不会往你身边走 独自播放这般走 翻来不去 听不够 这现实 这城市 想向我们分开时 问问自己值不值 在手中 是我自己 面对不真实的你 让我一泪把面洗 欺骗自己 情非得已 不要哭泣 还得继续 我站在大雨淹没 朝天的酒上 就像那年第一次 看着我们一样 这些是上天 飞流泪的大门 平凡的我们 注定孤独这一生 总会想起曾经时光那么甜蜜 想起我们坐在一起 打着游戏 记得为你买的可乐都是让我 把他扭 最后是上头四一人走在街角 把他扭 心里总是伴你所有你的真心 让你时光 为你守候你的全部 不能说 也曾为你付出一切说出的话 不能说过 这些是上天 被浪漫的大门 平凡的我们注定孤独这一生 我也想过放弃一切 我也想过放弃一线然后和你好好喝 可是换来你的冷漠和冷眼对待 也许我们彼此都是时间的过客 所以才会对我这么苛刻 没有你的日子 慢慢长路不知怎么过 说到这了 我心情真的好失落 那个曾经天真的孩子 走向陌路的人 我就是写的这样子 这首麦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啊 这经常有粉丝问我这个脸怎么了 脸怎么了 我每天都是凌晨两点到早八点直播 已经坚持了好三年的时间了 那连七点包我认为很正常 还有人借这个话题总是在攻击我 再有人说 哎你哈麦是嘴怎么老歪 我认为一个人人不歪就行了 嘴歪不歪已经不是关键了 好了 这首作品喜欢点赞转发留言啊 你们给这说上谢谢了啊 还有 我不是你爹 在逼逼人揍你